这些协会到处都成立 你看我们这么多人来受保管在一起 如果大家都来分担工作的话 而且不见得我们会做 那至少我关心这个事情 关心这个事情 让他们的经验给我们 慢慢我们也学会去关心老人病人等等等等 所以这样来实践佛陀的教法 这样才能够真实叫菩提心 不能有法治 有一种人来整天念经 整天拜祭 叫他做社会关怀 他没有的 这个叫法治 所以佛陀说法非法名为法 你执着这个才是佛法 社会关怀不是佛法 你没有空性 阿尿多罗非阿尿多罗三妙三不体 阿尿多罗三妙三不体 你要把这个法怎么去用 而不是说这个才是佛法 那个不是佛法 那是世间法 佛法是为了世间法里存在的 公民是为了黑暗 黑暗存在的 所以要怎么做 佛法去报道众生库 那你不知道在实践佛法 所以众生无变 各种的痛苦 我们都要去找出来 我们要去改渡他们的痛苦 有帮助众生的佛法 这样就成佛 这样有了解吗 这意思 所以有太多太多的工作 那我们大家念一下 希望大家花花脑筋 我在念佛诵经 停下十个分钟念完了 想一下哪一些要去关怀的 我们不能说不管人家了 那这样你就舍弃众生 就不符合菩萨界 所以我们要护持的项目 护持是说仅 人 地位都可以了 因为业有钱 这个工作就可以做业大 但是有钱没有人也不行 没有人没有方法也不行 而且我们这个方法是 不离佛法 因为是佛 佛法的方法来帮助世间法 而不是走入世间法的关怀 世间法的关怀 我们随喜 可以学习的技术 对方说我们送便当给人家 你拿肉给他吃 你希望老人健康 你还拿肉给吃 好像听起来有道理 拿肉给吃 他没饭吃 但是你会增加他的病 跟癌症的痛苦 如果你真的要给他饭菜 你要给他素食 你可以减低他的病苦 他就可以快乐一点 他说你若不是胡够多 你就听不懂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念一下 来 护持项目 慈悲基金后面 护持所有项目 会晤运作 慈悲会刊 慈悲分会设立 慈悲影视创作 弱势团体关怀 街友便当食物 弱势团体关怀 医务关怀 行动餐车 粮食补助 医疗救助 病苦救助 医药布施 疫疹服务 生且医疗补助 偏乡医疗支助 妇幼关怀 孤儿院护持 儿童关怀 学生补助 亲子教养课程 堕胎关怀 老人关怀 独居老人关怀 生且关怀 安养 爱心长照 安宁照顾关怀 临终 助念关怀 身心障碍关怀 残障者关怀 忧郁症关怀 防治 自杀关怀 灾 急难 贫困救助 急难救助 贫困救助 灾难救助 国际灾难救助 身心灵进化关怀 慈悲学院推广 志工培训 子女沟通 慈悲青年推动 慈悲教化推广 社会进化工作 监狱关怀 慈悲网路推动 夫妻讲座 孝顺讲座 校园讲座 职场讲座 好 那底下就是说 将来各位互持 收据就是 类似如此了 甚至你要互持 哪一项 你可以打勾了 但是最主要 我们是要推广工作 而且这些工作 是要跟生命电视台 结合 愿每一样工作 有一个专门的片子 去推广 整个社会 一起来关心这个工作 办公办读 我们也边学习 也边吸收别人的经验 也多带入佛法 那希望台湾真是一个宝岛 但世间没有圆满 但是台湾能够好好的去 修学佛法 跟推广佛法 跟做佛教的工作 那真是一个好地方 那对我们身心磨练 很重要 而且希望不要每天忙的 赚自己的自私的钱 我认为 你既脑话都鬼的 然后多花一点时间 来修行 那时候我都要共同 不能把佛法 定在每天吃素 拜餐 年轻人不参加 他也有一点 社会成就感 所以我也希望 彰化地区 要成立一个 慈悲办公室 在我们的中心 或是另外找 然后摆几张桌子 有人开始来做 当地的 独居老人关怀 犹豫人关怀 一定要有人在那边接电话 在那边联络 在那边找资料 找人 找义工 推广 就像祝念一样 我想祝念人永远不够 医院老人的关怀 安宁病房永远不够 希望大家 义手续工 你除了学佛以外 要实践 你愿意来加入这个工作 然后也开始 有这个能力 从旁边学 然后我们就来 长期的关怀 然后彰化慈悲青年会 可以很多青年 因为这样接触佛教 透过这个青年 再去学校里面 传播佛法 透过青年来关心 整体社会 包括老人儿童 进一步 他也关心到他的家庭 甚至很多年轻人 加入这个团体 而找到一个 佛教徒的婚姻 那个我们也祝福他 终于会生出一个 佛的儿子 搞不好他就会 让他出家 几个佛教团体 这样培养很多 年轻人的出家 因为父母学佛了 所以这样 培养到下一代 所以外艺术 希望大家去思维 去参与 如果你愿意参与 不管出钱出力也好 跟我们各地方 忠心联络 所以最后一百位 前程邀请您 投入慈悲义工行列 参与各项慈悲工作 希望把慈悲成为 我们的工作 慈悲成为我们的生命 所以让佛教能够社会化 入世化 但是做社会的事情 是有所得的 为了钱 为了名 被认同 但是投入佛教工作 是只希望对方好 自己默默无名 都没关系 从心静透 我只能让 那这么多人在念 同时也够紧紧去纪录世界 所以各位 我很爱带人念 自己来念念得很疼 带人念得很好 但是大家就是这样 互相帮忙 一个人在做 做不久 为什么要学会 因为 很多人在做 互相鼓励 互相学习 所以我们希望 北中南都有 大家都有自己的专业 利用自己的专业跟兴趣 项目可以很多种 很多种 做不完的项目 当然 一个人要得到福 他要有 他要追这公顶 不然他就是没福 所以他会去做 坏事 他会坚困 我们就要 给大众金 要如何让 我们的老母 生活福 让他 做散布的行政 让他帮助散家人 然后 他就福 团理痛苦 得到散布加持 所以这点 方便 希望各位 经常收福 但是要如何 福不完完呢 用一个完完的心 去收福 点一遍 来 主鼻心 神佛的宝体心 了解空性的地位 这是福高通要件的 念佛的宝体心 念发的空性 念真的代鼻心 用这三种的心 叫做三善金 去保持水 去保持火 去念阿弥陀佛 去做善事 当然 就像各位听慈悲基金会 要做的事情 这么多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这是所有 所有佛教徒 所有爱社会的人 都应该去做的 这是我们希望 更推广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 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 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教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 建立一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嘉义科医师 许舒华 防疫期间 请配合邮差 及快递业者的防疫事项 一起建立 安全的物流作业系统 民众需要签收快递 或者是挂号时 请注意哦 第一 请先佩戴口罩 二 尽量以印章去签收 或者是自备签收笔 减少碰触的几率 第三 保持一公尺以上的社交距离 并且减少交谈 第四 签收前后 请记得要清洁双手哦 若是居家隔离 或者是检疫者 请主动告知 切勿出门再接触了 若是因此而无法领见 可以请亲友代收 或者是延后到 隔离检疫期满后 再行领取 最后提醒大家 多使用线上付款 减少现金交易 落实防疫 守护健康 佛学名词 撒尽 佛教中 在法会上 或是担心家 或是工厂 或是土地 或是某个地方 不平安 或是某个路段 常出车祸 都会请出家人 请法师去做 撒尽的仪式 那究竟何谓撒尽呢 撒尽就是透过 修行人的观想 引请大悲观世音菩萨 也求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并且念诵大悲神咒 让那个水变成大悲咒水 再由主法的法师 拿着那个水 撒进坛场 撒进住家 撒进工厂 甚至撒进不平安的路段 这由内在与外在的两个意思 外在的含义 就是透过伐水 透过咒水的加持 让当地的晦气 让当地的鬼神 让当地不好的种种 让它消除 让它净化 至于内在 就是透过观音菩萨 慈悲心的加持 让我们内在的恶业 烦恼 得以消除 得以净化 进而得到平安 得到心灵的安慰 进而休息 这就是佛教中撒进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